派五任机袭基地,美国误杀两人质 美国政府前天承认,今年一月五任机在巴基斯坦执行反恐任务时 误杀遭恐怖组织基地绑架的美籍援助工作者温斯坦 还有同样从事援助工作的意大利人洛波托 73岁的温斯坦2011年8月被绑架 39岁的洛波托则是在2012年1月被绑架 两人当时都被关在该建筑 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数百小时监控后决定派出五任机攻击 空袭的几天前发现有基地的资深成员进入该建物 1月15日美军发动攻击 预计造成四名成员死亡 最后却拖出六具 美国政府允许CIA无人机在巴基斯坦执行特程攻击 不用确切辨识目标身份 只要目标符合恐怖分子行为特征就可攻击 从2004年至今共执行415次空袭 杀害3949人中有962人视频 中新闻做好报道